有没有办法掌握这一点 这里有个说话叫做 抓住了一人,留住了一串 这个说话的意义就是 你只要掌握到一个部分 以后的路都容易 你不要以为我帮了人,我不是吃虧了吗 没有这支歌仔的 为什么呢?你帮这个人,明天可以变成 百万富翁,用今天的标准 明天可能变成亿万富翁 是绝对有可能的 知不知道这个麻婆豆腐怎么出来的 你帮个穷等书生 可能就是明天的流财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流力 值得安慰 好好帮人 作为专业人士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享受下半身 其实不是要下半身的第一件事 享受现在这一刻 我今早说过 其实我都觉得现在挺好 尽管如果你是 那些东西是 有这样的想法 我也是觉得你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今天的场面有些冷清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功夫 都做不到想做的效果 但是,感觉良好 因为我真的尽了能力 去做我想做的事 如果你说我要享受人生 投资,投资,再投资 就是我想给你的东西 什么是投资,投资,再投资 首先就是说 时间上的投资 金钱上的投资 工作,毅力上的投资 以及刚才说的 走入社会的投资 将这些东西合在一起 集役成头 就是将来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 如果 如果我们连死后的工作 都可以安排好的话 其实真是很奢侈 刚才那段片段的 我叫阿婆 因为我是客家人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个客家人 我可以写一本书 我的祖母 副题目是 他是一位工程师 建筑师 測量师 规划师 及原警师 他没有读过书 但是家里的房子 十几间房子 祖母是很大的 他自己起 你觉得 有没有搞错怎么起 只是问当年的长城怎么起 用今天的标准 他未必做得很好 但是今天家屋都没垂 今天家屋都没垂 我记得我小时候 曾经是挖那些墙出来玩 因为我们是用泥砖 加和赶草 因为我在大陆出生 我不是在香港出生 大家觉得我的广东话 自然是在香港出生 不是广东人 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我试过在几次 譬如有一次 刚刚去年的 在福州 福州 参加科学年会 科学年会 和其他地方的科学代表 我是香港代表 我是香港科学的秘书长 聊天 在哪里工作 我说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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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香港多久 我说我是香港人 跟着他看着我 不可能吗 香港没有人 真的讲一句空话 我的普通话 没有正式学过的 没有正式学过的 我是一只一只字 人家讲完之后 我背回来的 一只一只字背的 譬如碎字 我以前经常说 碎字 碎字 后来听人说 瑞士 我不知道怎么发音 其实 不过 背了 我就继续背了 凤是看到碎字 我就说 瑞士 瑞爹 作为专业人士 我们一定要 品价要高 品价要高 你其实有多少钱 如果你没有品 你是使得不安乐 正所谓 夜半敲门也不惊 我就执过某些行家 我执过的 我执他什么呢 我说 你暂时比我多 Fine 不过我每晚睡得安乐 Fat 我执来了 我总之 我的规矩很简单 我执得到 我尽力做 我即使输 我意思是输钱 我还是继续做 但我做不到 我跟你说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客人 是真的不可能的 其实做了技术问题 一点都不大问题 建一个坑也好 建一条铁路也好 No problem 问题就是 我要一千万建一个坑 那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 如果一般的客人 他不做计划庭 其实他不应该去做客人 这个希望大家也要留意 另外 我们一定要留有合作空间给别人 不要一下子吃掉别人的迄居 因为接下来回头 尤其是做先年日的人 因为你拥有的是权力 而且是绝对权力和资源 我都整个劝导我们自己的同事 在座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读过Master 我和你劝导你什么 我说你一不如不要想着做Master 我不是说Master没用 几样东西 一 你知不知道自己想念什么 第二 有没有钱读书 老老实实 读书要付钱 第三 你有没有问过你老婆 你老母 给不给你读书 因为你要陪他们 第四 你老板 你怎么照顾他 因为老板对你是一定的期望 如果你说我上学 我今天五点一定要走 正常老板都说 你去吧 下一句是有少少的 但是 正常比你也好 你十次十次都是这样 其实它是没所谓的 因为为什么呢 同时有两个员工 一个是去读Master 两年之后会毕业的 一个是没有读Master 做了两年之后 升职 到你升职之后 你又掌握权力 刚才那个又变成他下属 很明显是 这个人的选择就是走 这个人就是 这家公司升职 游戏很简单 所以我自己根本就不鼓励别人 是转工的 当然了 那家公司真的很差 你的感觉很差 你转一次后一次无妨 但是说得难听些 天下烏鸭就一样黑 说得好听些 处处阳梅一样香 认得你说的 是吧 各位朋友 所以呢 也不要去太尽 也不要去太尽